我不想死 每次活警理想的时候 只要是爆工厂 我心理压力多大 我们团队 跟我同一个分队的三个圈 要死在里面 每次出工厂活警 我都不知道 我有办法看到平静的太阳 消防员促进会再次上街头 一看到行政院代表转身走人 立刻冲上去 不要走 不要走 好了好了 现场暴动警方赶紧维持秩序 而冲第一个的消防员 情绪溃体了 哭倒在地上 遮挡板子还写 别用训职换改革 同时另一边继续对行政院喊话 每次活警理想的时候 只要是爆工厂 我心理压力多大 我们分队 跟我同一个分队的三个圈 要死在里面 每次出工厂活警 冲林林的数据就摆在眼前 十年来四十三名消防殉职 如今又发生了屏东迷洋大火 他们要的是争取适用工会法 行政院说只要修订公务人员协会法 被促进会认为根本是打假球 因为里头的团结权 要四百人以上才能组织协会 协商权只针对内部管理事项 例如办公环境服装等等 而且还排除锦销人员 至于郑义权 政院版本没有提要合法罢工 必须要调解投票 期间能让保留必要的救灾救护 因为28号下午行政院讨论法条的会议没有邀请消防人员 行政院代表还在警方包围下现身 如果我们消权位还是其他的工位 想要来跟行政院开会 我希望大家用个正式的公文过来 我们再来安排 最后经过哭吼抗争 行政院终于同意让四位消防代表进去 从这场面看来 双方要有共识恐怕有难度 铁月新闻吴军院检议局台北采访报导